烏軍空降突襲旅 增援了巴赫姆特 那麼更多戰爭的相關消息 請記者李作恆來說明 好 俄烏戰爭超過一週年的時間 但是雙方還是持續的僵持 尤其是在巴赫姆特這個地區 俄烏還在基戰當中 那麼看到現在就有最新的 一個照片流出來了 是俄羅斯跟烏克蘭 這樣戰爭當中 烏克蘭的士兵 他們是坐著裝甲運兵車 來到這個戰爭的附近 那麼烏克蘭的軍隊 說是增援第80空降突擊旅 已經抵達周邊了 現在CNN就專訪到 烏克蘭的總統澤倫斯基 他還是持續的堅守城鎮 那麼他說如果俄軍 如果佔領了巴赫姆特的話 為什麼會有很大影響 因為會將為俄羅斯 打開了通往烏克蘭其他城鎮的道路 所以很多地方 可能也都會陷入這樣的危機 而其實看到俄羅斯方面 在3月9號的時候 他們也出交了 是大規模的空襲烏克蘭 包含基輔 奧德薩 以及哈爾科夫等地 都發起了空襲警報 說是一共發射了84枚的飛彈 而且很多還攻擊了基礎設施 基輔公寓大樓拉起封鎖線 附近車輛玻璃碎裂 留下彈痕 大人則是趕緊牽著小孩撤離現場 當地時間9號 俄羅斯又一口氣從海陸空多個方向 朝烏克蘭多座城市 包含首都基輔災內 發射80多枚飛彈 就連西部大臣利維夫都慘遭攻擊 造成民眾死亡 俄羅斯射彈種類包含X101空射巡弋飛彈 口徑海射巡弋飛彈 還有航艦殺手支撐的X2飛彈等等 俄羅斯甚至罕見發射至少6枚的匕首及音速飛彈 對於攻擊理由 俄羅斯聲稱是要報復 越出烏克蘭破壞分子 進入俄國領土布洋斯克的攻擊 但分析認為俄軍多少也是要來嗆殺西方軍援 俄羅斯這波瘋狂亂戰 炸也釀成烏克蘭多處停電 扎布魯任何電廠最後一條外部電線 也因此中斷 得緊急啟用柴油發電機供電 讓我再說一遍 這是第六次 蘇布魯尼斯克的核電力計劃 失去所有外面的力量 擔心引爆核災 國際原子能總署署長再三呼籲 應該在四周建立保護區 他擔心該區每一次都在碰運氣 只怕某天運氣可能用完 第六新聞 綜合報導 虎青梅打算收手 美國情報指出了 他準備在烏克蘭長期作戰 可能持續好幾年 交給作賀 好 現在美國國家情報首長辦公室 他們就發布了一個年度的威脅報告 這份報告當中 是包含了氣候變遷以及衛生安全 還有就是外患威脅等等議題 馬上可以看到在外患威脅當中 點名的當然就是有俄羅斯 以及中國大陸了 而根據這份報告裡頭 就說俄羅斯可能不希望 和美國以及北約部隊 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 可是希望不等於實際真的實現 因為還是不排除 有可能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而且美國的國家情報首長海恩斯 他也相當的悲觀認為說 在俄羅斯戰爭這個例子來看到 普清是準備要和烏克蘭 長期的作戰 換句話說這場戰爭這時間 恐怕還要持續數年 尤其是現在看到雙方 並沒有明確的軍事優勢下 可能就會演變成是一場消耗戰 比看看誰能夠持久的多一些 普清避免採取要將衝突 擴大到烏克蘭的境外行動 但是還是有一些升級的風險 所以他們也不排除說 對這場戰爭 可能會有更緊張的狀況產生 尤其是俄羅斯未來 將會越來越依賴 包含像是核子 網工 以及太空能力 阻止普清擴大戰線 波蘭國防部長宣布了 援助烏克蘭的報二戰車 已經全數到貨 交給作合 好 我們剛剛其實有提到說 俄羅斯戰爭可能變成一場 持久的消耗戰比誰的後援補給 能夠跟得上 那麼說到後援補給 現在西方國家還是持續的 來援助烏克蘭 我們首先看到是在波蘭的部分 波蘭的國防部長就提到說 他們已經是在向烏克蘭交付了 10輛的報二戰車了 這個波蘭他們所要有的份額 現在說是已經全數的都交付了 另外一部分西方其他的盟國 包含加拿大以及挪威 是要各捐贈8輛 而西班牙是至少要提供6輛 可能額外還要再更多 來到了4輛 軍員的戰車也說在近期 就會陸陸續續的交付給烏克蘭 當然現在還沒有全部都到期 可是現在還有一個問題是 只有戰車也不夠 因為後續還有很多可能有維修上的問題 所以爆氏戰車的維修零件也擔心說 供應不足 現在怎麼辦呢 這個波蘭的國防部長這邊也會和 德國的國防部長說是兩個人將會會談 會談後是計畫在波蘭要來設置一個 後勤中心 專門就是要負責烏爆氏戰車的維護和後續的修繩 我們知道雙方的激戰區就是在巴赫姆特 雙方持續在當地交火 現在北約秘書長就坦言了 未來幾天當地很有可能就會淪陷 乌俄兩軍繼續在巴赫姆特决以死戰 尽管戰況焦灼 羅澤倫斯基揮下第二把手 烏國地面部隊指揮官塞爾斯基 8號再現身巴赫姆特 這也是他一周來第三度到這個地方 烏克蘭說過去24小時殲滅超過百名俄軍 只是周圍疏散路線還很危險 沿途都被俄軍狂轟 談及前線的戰況 瓦格納傭兵領袖每日一放話 即是抱怨前線彈藥不夠 但另一段影片他畫風一轉又說 俄軍實力沒有完全發揮 要烏克蘭小心 聽完這段發言美軍退降 啼笑兼飛反酸普利格金簡直語無倫次 不論影片怎麼說 很多俄軍早已受不了戰爭 寧可被關也不想打仗 鏡頭前俄軍氣到和長官對峡 因為他們目睹同僚發瘋選擇親身 究竟巴赫姆特戰況如何 北約秘書長表示不太樂觀 不過分析認為俄軍也會因此元氣大傷 恐怕會有一陣子無法再發起重大的進攻 烏克蘭目前的戰略是等待西方軍員到位在做大反攻 巴赫姆特先拖住俄軍再說 為了爭取歐美軍援 澤倫斯基隔空喊話邀請美國眾院議長麥卡錫造訪基辅 不料卻遭到回決 烏克蘭慘狂歷在目 巴赫姆特過往的玫瑰花園和美麗樹雕都淪為廢墟 一名女教師無奈撤離家園 趕上昔日拍婚紗的劇院全被炸爛 巴赫姆特市中心最後一條連外道路剩下裝甲車通行 前後空拍畫面一對比 宛如從天堂掉進地獄 8號聯合國秘書長才造訪基辅 沒想到隔天俄羅斯又在清晨發動大規模攻擊 包含基辅 奧德薩 哈爾科夫以及西布利維夫等地都有爆炸發生 這次攻擊造成死傷也釀成多處停電 就連炸波羅熱核電廠都一度失去電力供應 目前正以柴油發電機維持運作 核災風險再次浮上檯面 這次新聞綜合報導